通过裸婚时代新恋爱时代等作品 张凯丽精明泼辣的老妈形象已经深入人心 近日正在热播的新剧 咱们结婚吧 更是刷新了她极品老妈的下线 俩人谈恋爱那是什么呀 那是你请我愿的事 那有感觉才能 别再跟我说感觉 我跟你说桃子 饭菜凉了可以热呀 女人一生年就完了 遵循年轻人负责谈恋爱 长辈们负责闹别扭的国产婆妈剧基本定律 电视剧咱们结婚吧 从第一集开始 母亲专业户凯丽就不断逼着 32岁的女儿高远远相亲 恨不得把全天下所有的好男人 都推到女儿跟前 你怎么给你弄了个正儿八经 一个相亲你不去 你非说自己碰你自己找 你碰什么了 你到现在你碰一个靠谱的给我看看呢 哈喽 你好徐阿姨 我是皮特范 好 我跟你讲范儿 你就这样你信我句话 就是勇敢的往前冲 也这是你的最好机会 嗯 我知道 加油啊 张凯丽饰演的极品老妈 为了帮女儿脱光 无所不用其机 除了发动情友介绍 注册相亲网站外 还亲自给相亲男们设计种种偶遇戏码 搞得高远远草木皆兵 对不起对不起 全是我的责任 我刚才倒车的时候没看见你 我给你赔偿吧 没事没事 我33岁 未婚 我经营了几家那个户外的连锁店 父母我都退休了 在海南养老 我薛索梅派你来的是吧 姑娘 我们认识一下吧 就是我是咱们那个小区门口 大海华店的 这是我的名片 你认识薛索梅吧 啊 薛索梅 你不认识 哦 那个 不好意思啊 除了各种婆婆妈妈的手段 妈妈凯莉还上演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戏码 比超过30岁不结婚就枪毙 还要夸张的剧情 这让广大圣女情何以堪 成心吧 成心气我是吧 成心想把我死了气吧 行 桃子 你刚才就气死我得了 这样的话 你就全一了百了 没人管你 你就清静了 你要再这样 我跟你讲 别认我这个妈 我不当你妈了 你呢 你也不是我女儿了 不用您陪我去啊 我根本就不去 您要去 你自己 谁 我去 对 您要去 您去 你相信我相信呢 我去 就因为我在这个年龄没嫁到 我都要受这个屈辱吗 就把妈妈就说 你现在到三多岁了 就就就一定要找个对象 什么的 所以到三多岁 家长都会着急 对对对 家长会经常就是说 把就是看到其他事情 都会扯到这个事情上面 然后变形 就看到什么就会扯到 比如说朋友有结婚呀 或者谁家 邻居有人有孩子呀 就是这样子的 他们都会联想到自己孩子身上 在极平老妈的眼中 孩子不谈恋爱 他烦 但谈了呢 他更烦 这不张凯丽这位极平老妈 一听说朋友孩子的男朋友 比女儿的优秀 立刻气得鼻子冒烟 他呢 还不光是搞科研 还负责管理 管什么呀 他是他们公司老总 老总啊 现在有一些 什么小的私营企业 老总也不好干的呢 他是上市公司老总 超来劲 来什么劲的呢呀 几十年 谁不知道谁呀 找个有钱的女儿 怎么了 有钱怎么了 他救人钱 他还要什么呀 一个字输 两个字太书 三个字输 爆了 家长肯定会有在意 因为他们可能对子女的期望 有时候会比较高一点 那会发火吗 像那个高原 他妈妈的 没有没有 这个倒不会 对对 其实我觉得一般的家长 还是比较在意孩子 自己感觉比较幸福 那从爸爸妈妈的这个角度上 确实是有点 新鲜色线上海采访报道